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特上最新消息 跨境致富点,进度朋友圈 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这个阿米朋友圈了 今天是4月的19号,然后从早上开始回来,我一直在忙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很值得大家的关注问题 就是关于跨境致富的这个境内外,合资,合规,以及这个服务异常的事情 那从今天早上开始,我们一直在去接触不同的朋友,不同的卖家,不同的情报员 就想分析一个事情,为什么最近好像连续好几家的跨境支付公司 就是境外的,主要是境外的支付公司,都出现了一些服务的异常 那出现服务异常,这事情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经常也会出现若干这样的情况 但这一次的异常呢,这个瓜有点大 熟悉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不喜欢去做吃瓜群众的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风沟,我们不去干这种,就是路边小滩的这种事情 今天出了什么,那也出了什么,我们不干这事情,我们更多是做分析 但当这个瓜放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越去发现,越去研究 因为也会有卖家来跟我们去讲,它发生的事情 因为这一次涉及到的冻结金额是,少的是一两百万 多的是上千万的这样一个异常,以及这个资金被冻结 所以我们认为不得不,我们必须要停下手上的事情来去跟进这个事情 好,那简单说说就是这个所谓的多名,多家这个知名的跨境金融服务公司 服务一世发生异常,而导致了有些卖家的账号被无故的冻结 以及这个资金的被冻结,那这里面有几个点啊 我们就要讲讲的,就是什么,大家说说明这个是什么事情 第二,它背后是什么东西,而第三点呢,就还是那句话 我们目标不是发现问题,我们的目标是要给它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就说回到刚刚那个点上,就是谁的这个金融支付公司服务呢 出现了异常,我就不点名了,反正是一个A字头,一个I字头,一个L字头的 大家去自己对号入座吧,那这三家公司为什么会 我们会开始去关注它事情,说实话,我们其实对这些 啊,这些公司的这些出现的这种小调整,我们其实没兴趣 不关注,因为其实在很长时间里面卖家 尤其是平台性的卖家,对于金融服务公司 可能大部分人会关心,一,方不方便 二,这个跟平台连接会不会出现账号异常 会不会引发这个KYC 第三,费用 第四,可能就是一些其他的了 像这个公关啊,小福利啊,是不是可以做得很足的 我们听到说有一些支付公司还天天给人家买奶茶啊 天天请人家吃夜宵啊 天天陪你去吃饭唱K啊 甚至帮忙溜狗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这些服务 我认为这些同事的这种敬业程度,真的太一样了佩服了 但佩服是一回事,同时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这几家公司 A字头的,I字头的,L字头的 他们所出现的这种服务异常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而且关键是,它出现了什么异常 让我们开始去关注 因为它可能出现的不仅仅说,哦,你这个账号出现了变化 然后平台来给你去做KYC 还是说别东西 现在已经出现了,嗯,亚伟训卖家 德国站的账号,资金被冻结 那像这些案例呢,我相信一定不是个案 因为已经有若干的朋友直接间接 把一些相关的情报推到我这边来 我们开始去做更多的分析 然后当然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些 那有人会说,那卖家账号被冻结 然后跟这个支付公司交涉就好了 从目前来看,这个交涉好像不是特别的愉快 双方还没有找到非常好的这种解决办法 然后这背后的问题呢 其实还有很多不能在明面上讲的问题 比如说通常账号被这个异常 被这个查KYC 或者是比较极端的直接资金被冻结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问题的 有可能是这个卖家本身 他操作出现了问题 有可能他的账号关联到某些东西 有可能是支付公司 他背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从目前来看 目前来看,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 还没有个定顿说是谁 因为亚马逊官方没有站出来讲 而且最关键是当我们去各方了解这种情况的时候 发现好像没有人说 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谁谁谁的问题 那这问题来了 卖家的几百万现金在里面 几百万的货还,营收 是吧,这个钱在里面 那不是你的问题,谁的问题 那你要帮我解决问题 是吧 那还有就是这个I字头的跟L字头的 那I字头呢就不用说了 从这个2019年开始就已经被外管点名批评了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查一下2019年外管局点名黑名单跨境支付 你们就大概知道我说的是哪两家公司了 当然后面他们也从那个黑名单出来了 还是干嘛吧,反正继续做一些这个服务 L字头的就更容易知道,L字头是国内算是数一数二的 这个国内支付的这种老大哥 但是这一次也出现了这个灾坑,我是有点惊讶的 因为理论上说你这么一个国内老牌公司 无论在什么样也不会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 结果因为一些很低级的错误导致了他们整一个的这个服务出现异常 还是一句话吧,这个这个事情它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这里面就肯定要提到一个点了 就是亚马逊不是最近在出他的官方的支付管理系统吗 包括eBay也在开始推到这个官方支付管理系统 那这两个事情之间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关联呢 从我们掌握上的情报上看,是的,会有一定的关联 可以看到就是在未来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这种卖家的账号 或者是说资金可能会被受到影响 那你会说阿敏这个不扯淡吗 你是不是说亚马逊的支付管理系统就不应该上 不是,我们想说的是因为亚马逊在不断的去做合规 无论在物流支付广告包括账号等等 当这种合规的网越来越完整的时候 原来卖家的一些违规操作的过往或者记录 一定会在亚马逊的体系里面有会呈现的 我们曾经讲了一个笑话吧 就在国内你要做生意做买卖,不做合规 那可能到最后你说交出来的这个成本跟代价 是你挣了钱的M倍 因为均催三期也很可怕了,均催四期更可怕了 现在大家,但凡是个法人的 你这个个人账户里面出现了大量的资金进出的 都一定会被银行去打电话来问 哎,你这钱从哪来的 是吧 那在这里边呢 对于我们的卖家来说 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有关系 有关系的关系还挺大的 因为这些账号异常 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